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稍微講一下就是我個人的想法 就是說我認為是可以 主要原因是因為在這整個制度上 我們大概是不要漏掉任何一個人 尤其是最後淨零碳牌 我們把碳交易這個制度擺進去了 我們知道當歐盟把碳交易制度擺進去之後 他就按照每年稍微 每幾年稍微修一下碳排量 整個歐盟我相信非常順利的 現在已經減碳到30%了 所以我覺得最重要的是一個碳交易制度 本來是只有說碳費或者碳稅 最後版本把碳交易擺進去 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關鍵的變化 這個是全世界 目前有做碳費或者碳稅 綠色的部分就是有做碳交易 黃色這部分就是目前都是規劃中 也就是還沒做 台灣就正好是黃色的 不過很幸運的是我們在前兩天說要做了 當做這件事情之後 其實之前我們非常的緊張 因為面對歐盟的碳關稅 我們的外貿出口佔57% 所以我們非常的憂慮 譬如說我們的電力排碳係數 大概比歐盟的所有國家都要來得高 台灣是0.502也比韓國0.4來得高 所以我們想說未來我們出口任何東西 你用電碳關稅會比韓國來得高 我們的鋼鐵也一樣 中鋼的碳排係數大概1公斤 大概是排2.94公斤的二氧化碳 歐盟那邊統計的數值大概2.3左右 我們的石化大概也會比80高 對 那我們的水泥甚至是比中國來得高 因為中國可以混大概20%的這些熟料替代率 所以你本來想想是非常非常的擔心 這些所有的事情 但是反過來講 因為我們說把碳交易擺進去之後 那現在當然剛剛林法正老師講了很多 有關未來2025的一些能源路徑 那我稍微講一下目前的碳會路徑 和這個負碳技術 就是碳會路徑 因為當你把它擺進去之後 那我們對這森林的管理 大概可以把它加倍 就是說目前我們森林大概吸收整個碳 大概只有8%而已 但是我們的森林大概都沒有人管 所以裡面的這些枯枝落葉非常的多 然後也沒有所謂的這些所謂黑碳這些技術都沒有 那生質能是變成露天燃燒燒掉了 所以這些管理之後 那農委會大概初步估計 所以未來的碳會有機會再增加到兩倍 就從現在8%增加到16% 那另外還有剛剛講的CCCS 不過那個大概是目前有些猶豫了 那但是因為它那個技術出來之後 那這邊大概也稍微提到過 目前全世界剛剛講說 複碳技術裡面 那台灣弄很多的這所謂的再生能源 那其實複碳技術裡面的 剛剛說自然這些森林的碳會來講的話 它的量大概跟戰生能源佔比 幾乎可以一比以全世界來看 那如果我們加強一些經營管理的時候 有機會再增加到兩倍 那這是第一個我認為說 就是說沒有那麼的悲觀 那第二個就是說你可以想到其他的一些碳會 比如說海洋也是一個碳會 那在台灣附近 比如說我們的 這是全世界海洋吸收二氧化碳的情況 那你看看有沒有辦法增加這邊的海洋的吸收 那我們知道目前海洋其實還沒有 還沒有飽和還可以繼續吸收 對 那但是你來做這些事情其實你要很小心 那自從前幾天那個 剛剛講碳交易市場出來之後 那我們學校其實很早以前 我們在cook一件事情說 中興大學有沒有辦法做到淨零碳排 那如果中興大學可以做到淨零碳排的時候 那其他學校也可以 那整個國家就可以 所以我們不要漏掉任何一個人 當這制度出來之後 所以我們幾個老師 臭皮薑才想一些方法 那楊錫陽老師就說 我可以用燃料電池 如果燃料電池 它的那個碳排係數 如果存發電的時候 其實比燃氣機組還差 但是我們學校用到很多海水 很多熱水 譬如說我們的男生宿舍 需要用到熱水 我們的餐廳需要熱水 然後我們的游泳池需要 有溫水也需要用熱水 所以當我把 把燃料鏈池引進到中興大學的時候 那我碳排相對來講 就比現在的天然氣機組少一半 所以這是一個 那烏龜等我老師說 我們的學校 我們的學校有很多那些 生活的那些 這是我們的想法 我們學校有很多的那個 垃圾 那現在大概每個 每年花800萬 請外面的清潔公司來清理 他說 我有生殖能的技術 我可以把學校的垃圾 把它造立 來焚化 來發電 那這樣子的話 學校省掉那個800萬 對 所以 那當然也少掉一些所謂的 垃圾輕易到兩邊買廠 所以我可以少到一些 那下面那個 有位老師就是 盧明俊老師 他說 你那個燃料電池 排剩下一點點碳 還有你剛剛焚化爐 排一點碳的話 我可以把你碳拿下來 那這個是燃料電池的樣子 那我們學校也去調查 就是剛剛講說 還有燃料電池的能源效率 排占係數 大概 如果發一度電的話 如果你熱水充分 應用只有225克 那相對目前國家509是來的低 那 這是我們甚至去調查學校 哪邊需要用熱水 那所以我是覺得說 其實很多東西可以去想 那我們學校旁邊有小水利 有這些 有漢川 綠川 所以也可以用小水利發電 那游泳池需要用到熱水 所以你有很多很多的地方 可以去想這些事情 那剛剛提到說 垃圾的部分 那就是說 這是我們大概要花600萬 一年花600萬 清潔費 那如果我把它 企劃發電之後 那我的焚化的效率 會比直接 掩埋廠燃燒比較更好一點 更乾淨 排污量也很少 那它可以算一下 可以減減多少電費 那大概2年就可以回收了 那剛剛 那這才能再說 那這是說 那學校也有老師會做這個 電動大貨車 誰要電動大貨車擺在學校的話 那它平常也可以當儲能用 那學校也可以用 用這個 這種電動大貨車的方式 那剛剛提到過說 那 焚化剩下的污泥怎麼辦 那學校有張書記老師說 我可以用魚電去把它玻璃化 那這時候玻璃化之後 那它產生就像這樣子 就沒有污染了 那盧明俊老師剛剛提到的 他說我有一個技術 我可以把二氧化碳捕捉下來 那甚至科技部的 也給他一個 就是一些記者會 那他抓下來 他大概是用鈣 用鈣把二氧化碳抓下來 那抓下來之後 就形成了碳酸鈣 也就是 也就是現在的石頭 石灰石的樣子 對 那這是他抓下來的一個樣子 長成這個樣子 那他說 那這個未來這些 這是他一些 放在一起 那在越南裡面 已經有一些食場了 他說他可以利用這個 一根根把這個抓下來 那抓下來變碳酸鈣之後 那我們現在在我們的中南部 很多老房子沒有辦法做綠墊 那沒有辦法做綠墊的原因 不是他沒有屋頂 是這些老房子 很多都沒有合法的建造 那你想像得到 如果是說未來 我們搭配盧明俊老師的技術 那如果 那他需要一些 剛剛說鈣 那這鈣是可以從海水淡化來 或者是鹽田過來 那你就利用這些 這些把它結合在一起 蓋一棟棟的房子 甚至預住房子 取代這些老房子 又可以發電 對 我是覺得說 就是說這種 這種想像 其實都會發生的 那你把中興大學的模式 你可以複製到全台灣 大概有210所的一個大學 所以我們都可以成為一個能源中心 所以其實我自己不是非常非常的悲觀 這些事情 那當然最大的好處是說 我們可以非核家園 就像目前在車諾堡 我想這次烏克蘭的戰爭 到現在大家很害怕 說那個 那些輻射層會不會外洩出來 那不曉得還擔心多久 也許要到10萬年 隨時擔心有這些事情發生 我們就可以不用擔心核災了 那台灣走的的確是比韓國日本來得勇敢 我們非核 我們非核 但反過來講話 因為我們非常的勇敢 所以我們在戰勝能源的發展 某方面是比韓國跟日本來得快 我想大家知道說 目前我們的離岸風機 是東亞領先的 那也因應 因為戰勝能源不穩定 所以我們的儲能在2025 要增加到一級高的二 那這個也是在日本韓國沒有了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最近非常多台灣的廠商 開始投入儲能了 所以我相信在2025的時候 我們的儲能產業 也會領先日本跟韓國 所以有時候台灣人其實是非常 非常勤奮 非常有知識的一個民族 我們不怕挑戰 我們怕的是沒有挑戰 政府說什麼事都不要做 最怕這些事情的 譬如說我們現在有說 我們的公車要電動化 我記得在五年前提出的時候 很多人說會被中國的市場 站走 但現在不是 我們現在台灣已經有三家公司 會做出電動巴士了 所以我們其實台灣人真的不怕 現在台灣怕就是沒有機會 所以我們可以達到非核家園 另外 這次讓我最感動的是 連運輸部門都跳進來 我們過去在空氣污染管制的時候 交通部門就很被動很被動 這次他主動說他要做這麼這麼多的事情 所以你可以想像到以後我們的校園 大概這滑板車都可以很方便的在校園移動 電動車也會很方便 所以台灣其實就是不怕挑戰的地方 所以我很期待這個日子趕快到 以前我們做這些滑板的話要到這些海邊去 才有這個場地 未來在校園就可以做滑板了 我很期待這個非核無眉無油的美麗家園 好 趕快來到 謝謝